剛剛是國內民間獎金最高的藝術獎項 而象徵國家文化藝術最高榮譽的國家文藝獎 今年獲獎包括了作家王鼎君 導演王小弟、畫家陳正雄 建築家陳邁、舞台設計家王孟超 還有指揮家簡文斌等六個人 其中王小弟創作非常多元 作品深具社會關懷 而王孟超深耕舞台三十多年 其中以雲門的流浪者之歌等等作品文明 而開創了NSO國家交響樂團 第一個黃金年代的前任指揮簡文斌 是今年最年輕的得獎者 國家文藝獎正式公佈得獎名單 得獎者包括導演王小弟、舞台設計家王孟超 作家王鼎君、畫家陳正雄 建築家陳邁以及指揮家簡文斌 其中舞蹈類再度從缺反映台灣舞者出現斷層問題 舞蹈的創作人口相對的是少 譬如說我們環顧下來可能有五十個、一百個創作者 是在舞蹈類的 可是在文學、美術就有上千位以上的在林選 所以舞蹈類這個類型應該本來要產生一些得獎者 相對的是比較慢 國家文藝獎是國家文化藝術最高榮譽 成功營造NSO第一個黃金時期的指揮家簡文斌 多次榮獲國際指揮競賽大獎 除了具有原創性以及多元性 更提升國內音樂文化水平 他除了在國外之外 我想在國內NSO的最近幾年的改變 是大家所看到他的貢獻 就是接掌了NSO國家樂團的期間 樂團大幅精進與提升 提升與亞洲一流的交響樂團 那他透過八件系列、歌劇系列、跨界合作 兼容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宏觀視野 舞台設計家王孟超則是跟著雲門走過無數個年頭 作品橫跨傳統與現代 深耕30年在表演藝術中具有標竿意義 而建築家陳麥雖然近年沒有新作 但50年來的創作具有時代性的美學價值 台中科博館、高鐵台南站都是他的作品 今年9月就要正式頒發獎項 墾丁這群台灣傑出的藝文工作者